那每年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一些华人家庭或者是商家都会习惯邀请武师武龙来助兴讨个好彩头 不过在霹雳以宝 今年的农历新年呢 多了一个吉祥瑞兽 加入了采青的行列 那就是火麒麟了 根据历史记载啊 麒麟是中国传统四大灵兽之首 也被认为是比祥龙行尸更具有祥瑞气息的 相传啊 单凡麒麟踩过的地方 都会给那里的人们带来好运的 那马上来带你到仪宝去 一督火麒麟的风采 五龙五十大家看多了五火麒麟 您看过吗 随着铜锣声的演奏下 金银两头火麒麟 火麟火线地舞动起来 动作灵命 神态精灵 虽然乍看之效 哄向着一般传统的武师相似 但实际上当中区别可大了 除了舞的公布大有不同 造型方面呢 火麒麟也是和传统武师之间 存有许多差异 武师可以眨眼 但是火麒麟是不可以眨眼的 一般上的传统武师 它的牙齿是没有 3D形状这样出来的 但是火麒麟它是 模仿那个龙的嘛 所以它的牙齿是有3D这样的 还有耳朵 火麒麟是没有耳朵的 武师是有的 想要捂好火麒麟 热身动作可是一点都不能马虎 坐 雷拉 坐 雷拉 你看啊 这群年轻人 又是腾空旋转 又是后空翻 又是跳跃期间 各个是伸手矫健 这些外人看起来高难度的动作 对他们来说都只是基本功而已 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会痛吗 不会啊 会辛苦吗 还好啦 回去会很轻吗 不会的 完全没有感觉的 没有吗 要暂时哄一下吧 麒麟是一头讲究礼貌的人兽 所以舞起来也必须是礼数周到 相较于武师的跳高才轻 麒麟却要求蹲得比较低 蹲得越低代表越有礼貌 但同时膝盖又不能碰地 而这也正是五火麒麟 最辛苦的部分 蹲的时候脚会比较麻痹 过后舞麒麟的头的时候 就手会比较麻痹 因为手比较要蹲比较多 脚力也是当然 因为也是要蹲 保持弯腰姿势的同时 还要抓低马步 也难怪团员一脱下麒麟头 就像刚洗完澡一样 个个是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舞完族的感觉是什么 辛苦 对 辛苦 还有呢 刷 你还会再继续 因为兴趣 还是也兴趣 就是因为兴趣这两个字 让这群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甘愿放弃在家里头 吹冷气打电动的悠闲时间 宁可在大太阳底下 扛着成电电的铜锣 以及麒麟头到处表演 现在就因为大环境不同 搞电话 电路 所以家长都注意他们健康 所以比较参与的活动 很多真的有兴趣 如果没有兴趣 现在就算家长逼他们都不会来 你一排就走了 教练说 来到这里的学员 学的不只是认识中华文化 还得严格遵守团队的纪律 品德修养和合作精神 哪怕是别人眼中的导弹柜 问题学生 来到这里之后 在潜移默化之下 慢慢地也会有所改变 不只是没有奇论 在我们中华文化 无师无龙的 充足是一样的 最重要是大家合作 还有粉丝 一定要 因为很多人 因为现在有些家里 重坏了 来到这里 也不可能犯这个错误 来到这里 没有可能 一定要跟着大队走 这个很重要 没有津贴 没有酬劳 只有一个红包 但这些稚气未脱的年轻人 顶着笨重的麒麟头 扛着厚重的责任感 在团队里 捂出自己的成长 让他们的热爱与热忱 也让麒麟的火 可以继续点燃 生生自新 处可乐 不做神秽 好 快 字幕提供